美国领导人于5月31日宣布了关于加沙停火的倡议 美方随后在安理会提出决议草案 敦促以色列和哈马斯接受这一倡议 并要求立即全面无条件实施 提案国根据安理会成员的意见对决议草案做了修改 但草案仍然存在不少模糊之处 我们对主要当事方是否接受停火倡议 三阶段安排能否顺利过渡仍然有合理关切 同时我们注意到决议草案表示 如果第一阶段谈判超过六个星期 只要仍在谈判停火就将继续 有关方面将努力确保谈判进行 直至达成协议 提案国也告诉我们 以色列已经接受了停火倡议 我们理解 这就意味着停火一旦实现 将不会再重启战端 立即实现永久停火 这是中方和安理会成员联系几个月来的强烈呼吁 也是身陷苦难中的加沙民众最迫切的期盼 从制止更多杀戮 缓解人道灾难的迫切需求出发 中方对决议草案投了赞成票 安理会的所有决议都具有法律约束力 刚刚通过的决议 与第2712号 2720号和2728号决议 具有相同的约束力 都应该得到全面有效执行 我们希望提案国秉持工程正义 负责任的态度 为推动实现立即永久停火 做出真诚努力 中方将继续同各方一道 推动早日平息加沙战火 推动巴以问题 早日回到落实两国方案的正确轨道上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